用真一点观看电影 拒绝过度娱乐化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何之地 缺力住者的孔为本 把太爷爷的寿财给卖了 他用这些钱换了一辆车 叔叔为了给外国人 做导游赚大钱 父亲孔德贤知道后 自然是大发雷霆 想要教训儿子却被妻子儿媳拦住 此时 孔令坛踏进了院门 他的出现 熄灭了这场明面的战火 却掀起了一场 内力的硝烟 为了给父亲住九十大寿 他退役从北京赶了回来 没有想到 孙儿都已娶妻生子 自己竟也成了太爷爷 孔家大堂因为他的回归热闹了起来 一副合家团圆的喜庆样貌 他是退休干部 此前一直身居海外 只一回来 就给大家带了许多新奇的东西 女人爱的十新衣服 男人爱的高级钱包 都是大家的新头号 他给儿子带了一把日陕的剃须刀 向儿子伸出手去 儿子却只顾抽烟 连头也不转 他的手尴尬地悬在空中 整个屋子顿时安静了 只剩熙熙叔叔的鞭炮声 家里的老太爷 默默煮着拐账回了房 为什么故意让爹下不来台 孙德仙连自己也不明白 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他不想和爹闹别扭 也想好好孝敬他老人家 可不知道为什么 一想起他娘 其就不大意出来 老太爷离开后 他家就都散了 叙旧的叙旧 弹琴的弹琴 孙德仙此时 也得了孔和儿子散之前的旧账 告诉你 不准再提出过留学 我看你是留婚了头 快成二流子了 给你两句话 踏踏实实走路 老老实实做人 你这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孔威本的计划 是挣钱出国留学 原本他已经做了教师 可从上学期起 他就开始请假 成天不上班了 他的这番操作 让作为校长的二叔 面上挂不住 父亲也总是为此数落台 爷爷回来了 孔威本觉得 自己有了靠山 他拿出自己苦心 积攒多年的各国资料 这些资料 装载着他宏伟的计划 出国留学 周游世界 东扯西扯 孔临潭发现 自己的孙儿连英语都不会说 说想出国留学 更是扯淡 除夕夜 外国友人安妮如约来的家 孔家五代同堂 他很羡慕 又收起自己的身世 从小 他就没见过他爷爷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爸爸就离开他妈妈 和别的女人结婚了 说完这番话后 整张桌子都沉寂下来 旅主人张罗着 让大家去放樱花 大家一个接一个出去了 整张桌上 就只剩下孔临潭和孔德贤 父子两人 两人喝着酒 有些话喊在嘴里 迟迟无法张口 所以还是喝酒 我们为什么不能 推心致富地谈一谈 我知道你恨我 迷乱我 可我七十了 我都七十了 你别说 我还有点事 得出去打 这到底是他的亲爹呀 他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 以后的日子 也是见一面赏一面了 他在北京的老伴 也去世两年了 可是 孔德贤没办法 仿佛原谅他 就是对自己生母的 一种背叛 孔威本大年初一 就去给二十万年了 无视向人献殷器 自然是有他的目的 他如今买了车 还想多赚几天钱 想让二叔再宽限一个学期 想不到二叔这回 真的卯足了劲 想要大一灭亲 勒令他初六必须报道 面对维本这副 吊儿郎当的样子 二叔没有办法 去找了孔德贤 很清楚地讲明 如果这一次 维本初六再不去上班 学校就决定开除他 看到自己儿子 现在这副德性 孔德贤也不好为难弟弟 他应允了 维本在外面 坐出租车司机挣了钱 正为之欣喜若狂 他还不知道 家里等待他的 将是一场疾风咒语 卖掉汽车 初六报道 写个检讨 一试三份 学校一份 教育局一份 给你二叔一份 这是父亲给他最后的机会 维本贤这样丢人 决心为了自己的理想 和父亲反抗到底 写了一份辞职申请 然后 他被孔德贤赶出了孔家大门 临走之前 他发表了一番宣言 我孔一本今年二十四岁 我就知道胡闹 我瞎讲话 我飘我吹 没错 可有一点点 您老人家看走了眼啊 我就是不愿意像您那样活着 一辈子在巴刀大的一点破地方 瞎转眼 您说您活得有什么劲 您不是我的榜样 我的榜样早已经有了 那就是从小 我心里就装着的英雄 我爷爷 那天晚上 孔德贤发了疯 把儿子的车窗打碎了 也不理父亲的劝告 直到他爷爷过来了 他才住了手 林坦 你过来 爹 解开 唯本自私 寄宿在了他三爷爷家 三爷爷是个老光棍 平日以拉客营生 本来一个人日子过得也算自由自在 不求功 不求名 也不求家庭美满 只求一个肆意洒脱 没想到 被维本给坑了 而维本平日在家养尊处优 此刻对着满屋子的烟 他也感到十分挫败 与生活斗争的他 终是败下阵来 唯一能做的 就是坐在灶台上肯达聪 孔令坛的到来 让狼狈中的维本 嗅到了一丝生机 赶紧向爷爷求救 而孔令坛也是有备而来 他带了几本书 试图引导尾本 走到求学的正途上 一个真正有志气的人 不走捷径 你上班去 可是你不放弃你的目标 你英语不好从头学嘛 一年两年三年 什么也挡不住你 当然了 这样生活很艰难 需要一点真正的勇气 有一种人最要不得 他们老是抱怨 抱怨生活 抱怨脚下的土地 甚至也抱怨 自己的黄皮肤和眼睛 可是他们什么都不干 没有做人的责任感 没有做人的责任感 就不配做人 你同意吗 维本点头 知道维本这几日很难过 孔令坛想起自己 正好约了几位老友 到李山书院去打猎 也正好带他一块去散心 维本更是求知不得 孔令坛虽然七十岁了 穿上棉衣 配上猎枪 仍然金气神师祖 不像二十四岁的维本 爬了一会儿 就气喘吁吁 那天也是下雪 你奶奶抱着你爹 走了一百多里路 在沉庄找到了我 军号响了 部队出发了 我狠了狠心甩开了他 你奶奶追着喊 看看儿子吧 再看看你儿子吧 部队在跑 我停不下来 军号在想 军号在想 部队跑步前进 就像一股激流 把他原本的人生给捡走了 从那之后 生活全变了 后来 他跟一个救过他命的 卫生员结了婚 住在北京 再见到儿子 那是建国以后了 他把儿子接到了北京 可儿子说什么 也不肯叫他一生弟 逼急了也不讲 两只眼睛跟小狼一样 没过多久 儿子跑了 那么小 一个人跑回家 爷爷 那您后悔吗 不 绝不后悔 他不后悔 一个人为了理想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也不后悔 不过代价太重了 岁数越大 越觉得重 越来越重 他时常做梦 梦见儿子的那双眼睛 就像狼一样的眼睛 那眼睛就和小狼一样了 他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人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记住你爷爷的话 爷爷也没多少时间了 而德贤记得最清楚的是 是他刚记事时 娘就抱着他天天去望福台等人 等他会走了 娘又拉着他 还是去望福台等人 他从小只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苦苦地等人 他最清楚 娘未等人 流过多少泪 哭过多少回 他恨那个人 左等他不回来 右等他还是不回来 我不能让玉梅 再像我娘一样 还去等人 懂吗 我也不能让玉梅的孩子 还像我一样去等人 懂吗 咱们孔家 再也不能等人了 维本看着爷爷 和昔日的好友聚在一起 感慨万千 爷的老友有的已经过世了 对于剩下的老友而言 或许 这也是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了 你说那时候 哪能明白咱老夫子的事者 如斯福 到了这把年纪 想忘也忘不了 几个老人坐在一起 创谈往日时光 仿佛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样子 在书音下 喝酒 烤肉 敲着筷子 唱那往日歌谣 维本处紧生情 若有所误 加上之前听了爷爷的许多话 她去找了妻子玉梅 玉梅没和她说多少话 但维本知道 玉梅心里一定没有记恨她 玉梅只盯住她 今天晚上给太爷爷做寿 太爷爷说了 家里一个人也不许少 孔玲正在和孙媳妇谈心 没料想儿子撞门而入 几句话的功夫 两人吵了起来 气质之下 孔德先将他们之间 围的一张合照 摔在了地面上 家里乱成了一团 直到家里的老太爷 敲碎了窗子 一个人独自走到了孔玲 众人才放下心中快乐 聚到了一起 太爷爷九十大寿的 这一天到了 孔玲她和儿子 终于在这一天 坦白彼此的内心 听得越多 她的心里越愧疚 心情越沉重 在第二天 她去了解发妻子的坟前 维本也薄好了 爹和爷爷的相框 并告知爹 他会回学校上班的 我说别老酸牛角尖 想开了也就没啥 说到底 我们都不是圣人 我这个人就是想得太多 真羡慕你 坦坦荡荡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你这一辈子 真就没想过 你真那么乐 梁九三弟问他 你不要嫂子了 这么多年不要 可你为啥 为啥当初不把嫂子 嫁给我呢 他还没反应过来 三弟就已经驾着车 回他的光棍屋去了 孔玲潭荡荡走了 他把解开的绳索 交还给了爹 爹没有任何反应 待他将要离去之时 爹才开了口 大师 再来 会来的 爹 离开之前 孙儿一直缠着他 等人仿佛又了不完的话 还有很多儿时的好友都来送行 媳妇 孙媳妇也都在 只是未见儿子 孔德仙还站在那块望福台上 以为这次 爹的车子将会一去不返了 一如几十年前一样 没想到 车子停了下来 他望见爹朝自己跑来 几十年过去了 他总算是等到了 这是1992年上映的国产电影 《缺离人家》 由吴玉公知道 朱旭主演 中国式的家庭关系 一直都是暧昧不明的 当遇到父子关系时 更是如此 无论在哪种社会文化里 男性都是倾向于 压抑和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 两个男人之间 通常多的是沉默 少的是热恋 多的是争执 少的是讲和 多的是欲言又止 少的是颓心致富 他们的对话 往往发生在酒杯的碰撞之间 这是他们拥抱的方式 也是他们和解的方式 最初老太爷 交给令坛的那个结 正是这个家里多年来的正结 德贤对令坛的恨与怨 唯本对德贤的叛逆与敌视 全都交缠在这个结里 仿佛富于此 永远都保持着一副 势不两立的状态 而当我们去深究 这种状态的背后 不难发现 所有的对抗 僵持 分裂 都源自于心中那份 从未被满足过的期待 由于人生阅历 和价值取向的不同 两个独立课体之间的步调 很难保持一致 对理想与情感的取舍 所造成的差异 注定了彼此之间 期待的不匹配 从而有了失望 太年轻的时候 我们很难接受这些失望 于是话题为牢 巨人千里 内心痛苦 却始终无法走出 那个困住自己的局 将心中的伤痛无限放大 使之成为 内心无法逾越的一刀钩壑 就像德贤 他很难原谅父亲 在那个时代 选择了从军报国 也很难原谅父亲 在后来的岁月 找到了真爱 抛弃了老家的包办婚姻 抛弃了他的母亲 不管父亲这一生 功败是非究竟几何 他确实切切实实地 伤害到了母亲 和幼年的自己 可当他自己做了父亲 体验到了人生的 不义与艰辛 体会到了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与纠葛 不知怎的 内心就开始柔软起来了 那些非黑即白的坚硬的对错之分 顿时就模糊了 而此刻再来看父亲 也不知怎么就放下了 这种放下 不是他原谅了过去 父亲对他不可逆的伤害 是他算了 是他接纳了父亲的忏悔 原谅是一个伪善的社会体系 持续运转他扭曲秩序的手段 伤害是不应该被原谅的 可是 我们没必要连忏悔 也统统拘收 就像有人是第一次为人子女 也有人是第一次做父亲 第一次选择他的人生 他也会有很多的不足 他也会后悔 他也想弥补你 再拥有一次 爱你的机会 而事实上 与父亲的合计 也是对自己 某种程度上都放过 和这电影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 无论